大家好,12点57分啊 做今天的第三个小节目 我这个刚吃的黑巧克力 上海的袁飞腾你好,我是一意幸会 你这个朋友圈里发了三条 看不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老的还是少的 也看不出你是左的还是中的还是右的 所以呢,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名片 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在上海做什么 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名片 身份证我就不看了,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名片 当然能看一下身份证更好 你这个名字呢,是跟这个袁腾飞差一个字 好像是国内外敌对势力 所以你这个不好意思,我得从严的审查一下 这李毅啊 可能他爹妈造他的时候吧 反正是开小差了,思想开小差了 可能那个 然后那个 没有集中精力 所以他是一个残次品啊 然后一边他爹妈干着事 可能突然间他妈来了一句说 哎呀,怎么家里的煤气罐没换呀 或者说,哎呀,这个家里就剩半袋的面了 要不要去凉战再买半袋的面啊 再买一整袋啊 他爸听到这儿,一下就那个 是吧,四川,原来四川全新足球队啊 这个甲英联赛 凶气凶气 是吧,凶气啊 就是男的啊 要硬啊 这个估计他爸一下就转了 所以造出来李毅这么个东西 哎呀 这真是缺心眼啊 我真的现在觉得他 他不是坏 他是傻啊 他不是恶而是蠢 是吧 还什么 我看不出你是左中右 你看人这干嘛呀 是吧 你觉得能聊就聊呗 还是男是女 这小子也坏的呢 据说那个 原来他们家 他有个哥可能 在陕西啊 就给是枪毙了 还是判刑了 反正惹过事 他们家的基因看来反正是 是吧 然后他他父亲好像实在是脸面上过不去 他爸在陕西可能是 陕西省教委的一个头头 后来全家 广东嘛 改革开放也需要人 他爸到了广东东莞吧 东莞技术学院 简称妓院 可能到那当了一个副院长之类的 后来为了 后来他爸去世了啊 然后就称他妈一个 算是寡妇 然后就是说把礼仪调来 是来照顾他妈 结果来了之后 听说给一个女学生还给肚子搞大了 是吧 反正现在也不新鲜 这种情况很多 像我二姐原来就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那时候一个老师现在去世了啊 一个老教授男的 艺术类院校的吗 什么中央美院的 什么中央音乐学院的 这一类的 外语类院校的 那个男教授啊 都长得漂亮 女孩多嘛 就 也见了女生就搂着 我都看见了 我二姐是非常反感 而且绝对不会被他潜规则的啊 但是有的外地的小女孩真的没办法 他表面上是摆出一副长辈的样子 搂着你肩膀什么的 实际上就是性骚扰啊 还有前一段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一个 学院的院长吧 设计学院的院长 这不也是被人接出来吗 还有另外一个油画系 还是国画系的系主任 一个福建人啊 也让人接出来 都是 哎呀 就是拿这些女孩当那什么啊 现在在中国大陆啊 这个女孩子上了大学 反正就是被这些教授都蹂躏啊 这个 这李毅看起来有点缺心眼 少智慧啊 说北京人骂人 就是说你是不是有点缺心眼 少智慧啊 智商真低下啊 美国有一个阿甘正传 我看他还不如阿甘正传呢 啊 你是不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啊 敌对什么敌对啊 人家揭露贪污腐败 社会不公 信息不公开啊 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舆论监督 这叫敌对势力啊 许你们抗上日 简称抗日 就不许人家说句话吗 许你周官放火 就不许人家点灯吗 对吧 这李毅啊 其实也不算赵家人 他也就是个碎吹 北京话叫碎吹 一个小吹本 一个小小狗腿子 是吧 走狗 现在对我们家遛狗 我经常就跟那狗说 走 狗 走 狗 让那狗走 是吧 我们家的狗 走狗 走狗 这李毅就想当个走狗 是吧 看来他是走狗里边的外围 是吧 有个词不叫外围女吗 是吧 一帮女的啊 这个这个弄个模特经纪公司 仗着年轻 就是什么 北京话叫 盘亮调顺 盘亮 模样长得还行 调顺 身材好 是吧 什么海天盛宴 说白了就是卖银 这李毅也想 也想往这条路上走 这条路上也堵着好多人呢 前面好多人 是吧 什么人家那个金灿荣 人家胡锡进 是吧 人家能让你往前冲吗 对吧 你排不上号 在后边吵着去吧 是吧 这些人 我觉得就拿他当个笑话 拿他当个屁 上海的袁飞腾你好 我是李毅 幸会 你这个 这个这个朋友圈里发了三条 看不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老的还是少的 也看不出你是左的 还是中的还是右的 啊 那个所以呢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你的名片 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在上海做什么 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名片 身份证我就不看了 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名片 当然能看一下身份证更好 跟你这个名字呢 是跟这个袁腾飞差一个字 好像是国内外敌对势力 所以你这个不好意思 我得从严的审查一下 审查一下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 哎 他这个吧 就叫丢人现眼 是吧 现场表演 简称现眼 用我们老家河北白洋店的话 就是说 他叫现眼猴 现眼猴啊 丢人现眼的猴 丢人现眼的处类 也就是这个 是吧 给大家 哎呀 就是徒增笑料 大家一看见他 哈哈一笑 是吧 今儿中午多吃一馒头 也就起这么一效果 太有意思了 李懿啊 哎呀 我都有点喜欢上李懿了 这种人可不能在这个互联网上消失 是吧 他要是消失了 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啊 这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哈哈哈哈 太逗了 太逗了